到處這個戰火之外呢 在外交上各方奔走 這我請教一下亮哥 我稍後還有更多軍事題 請教一下立將軍 一個就是這個大陸的一個角色 因為大家知道 美國就是力庭以色列嘛 那王毅 應約跟這個巴西總統的首席顧問 來通話 那當然就是中方的一貫主張 呼籲各方節制 趕快實現這個局勢降溫 為什麼巴西要這個打電話給王毅呢 主要巴西現在是聯合國安理會的 這個這個月的輪值主席 馬上要舉行一個 這個相關的一個緊急會議 所以在會議前 巴西跟大陸的關係很好 所以先打個電話跟大陸 商量一下中國的角色 還有五角大廈 這個不但是布林肯去了 Austin也去了 對不對 他也跟這個納坦雅胡見面 那布林肯也見了面 開了記者會 然後馮德萊蘭也去了嘛 歐洲議會主席也去了 就跟那時候的基辅一樣有沒有 開箭的時候大家都去了 亮哥怎麼看待 這些外交上的奔走 我這個中東坦白講跟各方 最沒有利益瓜葛 沒有恩怨的國家 而且夠分量就是中國大陸 這唯一的啦 中國大陸在這個通話的時候 也特別講說我們在這裡 沒有自己的利益啦 這是事實啊 這是事實啊 可是中國大陸基本上觸角 是升到了伊朗跟沙特 他們三月才和解 那哪裡知道這個巴勒斯坦的總統才剛去中國大陸 那接下來這邊就出事了 那坦白說啦這個我覺得這個就是天意啦 中國大陸本來是期待納坦雅胡六月去中國 那因為你知道美國在推那個沙特跟以色列正常化嘛 那以色列就總認為他如果先跟沙特正常化 那他跟巴勒斯坦要來談的時候他底氣會更強 所以他就先去美國 他八月去了美國 他六月沒有去中國 那八月去了美國回來 你就造成 那美國後來不是講出那個 說要搞那個印歐橋樑嗎 那個把巴勒斯坦給嚇壞了 因為那個的方案裡面就假設 以色列就直接控制了巴勒斯坦地區嘛 所以就直接從他那邊 然後穿過然後就直接到了整個沙特地區穿越 然後到印度嘛 我打斷亮個一下下 因為我們收到最新的畫面 大家看到就是在邊境上 那個戰車已經開始動作了 本來這戰車已經集結好 我們看到現在已經這個往前開 同時好像有這個部分的這個開火的一個情況 這是一個來自戰場上邊境上的一個最新畫面 這個是以色列的地面部隊嘛 對 所以我的意思是說 以色列訪問美國 我然後跟沙特正常化這個動作的加快 我認為嚇壞了巴勒斯坦的激進派了 那當然就是哈馬斯嘛 哈馬斯就認為說 他如果不把這個屯肯區這個議題 讓國際社會都看到 還有做這個動作讓沙特不能再進一步搞 因為他們的理解就是 我們順利派的老大不要我們了 因為你要去搞跟以色列的利益嘛 對這美國的動作 不過當初我們看到這個 中國大陸邀請這個巴勒斯坦 來這個國際訪問 然後以色列年底要來 當然在想說 在沙伊之後呢 接下來可能就是尾巴的一個和解 所以如果說沒有哈馬斯這個突襲 會不會以巴和解就成了呢 有可能嗎 不會成 也不會成 因為沙特已經忘記這個小老弟了 我跟你講啦 我覺得巴勒斯坦這一些激進派 他是怎麼認知的 因為他看到沙特已經半年多 沒有再提巴勒斯坦議題了 那人家會怎麼想嘛 你就一天到晚就是想要 再重新回去得到美國的安全擔保 那美國承諾給你何能嘛 那不排除未來給你核武嘛 然後你就跟以色列就勾搭上了嘛 那可能未來就會正常化 甚至建交 那你們都是屬於 整個順利派的有錢國家嘛 所以你看這次47個回教國家 就只有一個國家出來譴責哈馬斯啊 那個國家叫阿聯酋 阿聯酋就是順利派裡面最有錢的國家 所以這個太明顯了啦 你說這個哈馬斯會看不懂怎麼可能 所以哈馬斯他就決心要弄一波大的 讓你沙特不能再往前走 我覺得他這個也是在救自己啦 就是說你就不要我們巴勒斯坦這個 那個建國的方案 因為你不可能阿拉伯自己不去推 那要中國大陸去推嘛 這怎麼可能呢 你阿拉伯國家自己要推啊 所以我覺得以色列在這裡真的是算錯了 算錯了 他就認為說 我只要跟美國沙特弄好 那我到時候你中國大陸說要進來談 兩國方案 我的底氣就更大 那他讓步的空間就會變得非常小 因為你要知道喔 美國也是主張兩國方案的 差異點在哪裡 在領土的範圍嘛 人家中國大陸跟俄羅斯都是都要回到1967年 那等於是六日戰爭之前 那等於是以色列你現在在約旦和西岸的屯梗區 這30幾萬人你都要還人家 他怎麼可能答應對不對 那第二個就是首都嘛 你怎麼可以承認耶路撒冷整個都是以色列的呢 所以美國在這裡就是自己也犯的錯嘛 然後拜登還不願意改 所以我講白了啦 這一局你用外交是沒有用的 沒有用 因為以色 我跟你講美國在聯合國的否決權 有一半都是針對以色列行使的 只要對以色列不利他就否決 所以你說安理會能夠解決問題嗎 除非是美國不否決啦 那如何讓美國不否決 就是以色列已經鬧到 連上帝都看不下去了啦 所以你美國要否決就 就損到你自己的利益 因為事實上歷史證明啦 就是美國有時候會搞到 因為他 坦白講他是被以色列倒過來控制嘛 對 他會搞到連歐洲國家都跟他站在對立面 2003年的伊拉克戰爭就是這樣 現在有一點點開始喔 對 我覺得就是一定要到那一步 而且事實上到了那一步 美國也沒有放棄伊拉克戰爭啊 他照打啊 以色列也不可能放棄啊 然後伊拉克戰爭最後在伊拉克死了30萬人啊 所以我跟你講喔 因為已經有人估計了 所以以色列如果硬要打地面戰爭喔 進入加薩 以色列至少要死2萬人 那以1比10的比例這是過去的傳統啊 那加薩至少要死20萬人 你去想想這有多慘烈啊 而且我認為搞不好死不不只20萬人 因為目前他這種搞法 所以就是一個非常慘烈的局 那現在就是以色列的軍事誰能制止嘛 這是一個嘛 那美國的否決權誰能制止嘛 就這兩個嘛 不然這兩個一個考住外交 一個考住軍事啊 你就動彈不得嘛 就這樣啊 所以這就是一個死期喔 眼睜睜的看著 對 國安戰爭的時候 美軍死不到100個 那個伊拉克戰爭死了4600個 伊拉克戰爭 伊拉克戰爭 2003年代日 2003年代日死了4600個 就各方都預期啦 就是朝一個上帝看不下去的一個 最壞的一個狀況在發展喔 接下來就是一個大屠殺 一個大悲劇 大家都知道 但是無能為力阻止 對 有能力阻止的人 當然不會這樣做喔 美國已經被綁上了以色列的戰車 太陽星全校克費爾益生菌 我吃了兩三天 最明顯的感覺是睡眠品質 竟然變好了 睡得好 讓我整個人工作更關注 心情也變得更穩定更好 因為太陽星全校克費爾益生菌 才讓我認識到克費爾益生菌 它是有多支菌種 和益生菌所組合而成 不僅能夠維護消化道機能正常運作 還擁有多種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相當強大 你知道嗎 有台大教授專門研究它 稱它是神仙的禮物 上千篇的國際研究證實 克費爾益生菌 不僅幫助腸道健康 腸道菌透過腸腦軸 影響全身器官 所以維持腸道菌種的平衡 是解鎖身體健康 精神健康的鑰匙 對幫助睡眠維持好情緒 真的很有感 也因為這不是藥 有季節敏感代謝困擾 關心惡性細胞風險的好朋友 選擇太陽星全校 克費爾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養 身體健康沒負擔 每日克費爾時刻美好 Bootfeel feel good 請上快點購健康下單 輸入推薦代碼 有額外的折扣 使用領事實 必須重臨 致下 鑰匙 宣飲 有消息 有一點 突然 急 明化